今天在我宽敦身邊有陳柏宇 Hello Jason 有星哥派台 是 這首歌叫做 《一上司姑劇場》 《一上司姑劇場》 你自己有份作曲 是,沒錯 和一位叫Michael的朋友去Cowrite 沒錯 其實Cowrite就騙回來 因為他寫了九成 我寫了最後變奏之後的那一成 最不像樣的那一段 這件事我就想問 因為我第一次去聽這首歌的時候 去到那個 你說變奏的位置 我以為是一個bitch 然後打算再進入chorus 誰知它不是,去到那裡完 這樣就有趣 對呀 對呀 一來就想不到 二來就想問 為何會有這麼不像的melody出現 對呀 因為可以 哈哈 好了,我需要你的想法 為何Michael寫了九成之後 應該是他寫了十成之後 為何你要加件這件事上去呢 本身其實這件事已經說是要加的 想有Michael幫我加一段 完全不關事的 我忘了那時候是說音樂還是編曲還是什麼 所以加一件不關事的段數下去 是 起初他加了下去之後 即是我們再出來見面的時候 他後面是沒有melody的 我覺得沒有melody就有點難搞了 因為你唱Live很難 就是我很難三十秒站在那裡 不知道自己怎麼發揮 對呀 所以就決定加一個melody 所以那個melody 他最後人聲跟音樂一起收是最完美的 因為不會有任何的 即是原歌之後 不知道怎麼算好的狀態 對呀 對呀 這樣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 但是 你叫他去加下去 那接著他又 不是你想要的東西就決定 不如我自己打一段 不不不不 是 那篇曲已經有在了 沒有melody 噢 噢 即是純音樂 它本身是 但是不是因為純音樂難教 不是一個唱到的位置 對呀 所以就唱完 噢 OK 然後就拿著麥克風 就閃了一樣東西出來 其實只是閃了我一次 噢 即是即場閃了 即場閃了 也只是閃了我一次 即是閃了我一次 就是閃完那次 就是 我們現在先試一下 拿著麥克風出來 閃了一點 然後他就說 挺好的 那就這樣 即場閃了 即場閃了 用啦算啦 OK啦 對呀 即場閃了 其實沒有的 沒有說完美不完美 不是說要多點時間就好一點 沒有這件事的衡量 其實 即是 在我的角度裡面 藝術又不是這樣換回來 除非我自己寫曲 自己寫曲的話 可能在寫曲的過程 我會這裏改那裏改 原因是因為我想得到某些變化 又或者我覺得某些旋律 那個起伏 那個走動是我喜歡多一點的 漂亮一點的 那我就可能會沒有很久了 那在這個case 就 麥克風仔本身 就已經寫了快了一段 但是當然 就有些少許改變 因為 我就是想 personalize 少許我自己喜歡的melody 的走向 或者在不同段落的變化 而去改 here and there 但是就不多 對 對 感覺在這裏 只是有少許的位置 你想弄一弄它 或者變一變 對 永遠都是這樣的 通常都是這樣的 還有我有時候 如果那件事很完整 地有很明顯的細節 我又不會很想改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作曲人本身的感覺 除非有時候他特意 他為了 我覺得這樣變 會interesting些 但是又不是一樣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而是純粹有一個很calculative的行為 有時候這些會聽得出 聽得出的時候 可能他對我來說有一種odd的感覺 我們要改就改 如果他有堅持我就不改 他說這段我覺得 我硬是覺得好像有點惡惡 又想將它有少許變化 不是啊 我覺得這段很好 就是很表達到我覺得 我就接手 總之大家溝通 對 舒服的位置 那好吧 你說這首歌 其實最後那段 很想有一個不一樣的氛圍在這裡 為什麼要有這個設計 沒有解釋 純粹好玩 是啊 因為可以 因為可以 而做 OK 都是 起碼這麼多年的音樂 裡面都好像沒試過突然間有首歌 在最後是一個這樣的 也不多歌是這樣 是啊 真的很少 OK 但我很喜歡的 我很喜歡那些不齊版 一些很脫序的東西 那種freedom 那種structure上的freedom 我覺得Canton Pop很厲害的其中一件事就是 就是這件事 它很有規劃 所以我以為它是一段bitch 通常都是不同的 但你又不是進入chorus 就這樣圓了它 所以這個位置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驚奇 但它一定會在前或後 嗯 對 其中一個想法就是 我希望它可以斬出來 分開做另一件事都還可以 即是它 可以是一首歌 對 嗯 即是跟本身的melody的structure 是兩件事 是啊 其實這些歌在演唱會 哦 對你轉flow 或者純粹為氣氛上的起伏 其實真的很好用 那這首歌去製作的時候 關不關想是performance的畫面 如果你剛剛有這個想法的話 我加一段melody就關於performance 因為擔心在台上 即是沒有東西可以做 我們就裝得好像很陶醉 這樣很尷尬 我真的在唱的時候 就有些實際行為 行動 但是就不是想著 將來做演唱會的時候 好啊 所以這樣做 而是做完之後 你也覺得同樣地 將來演唱會也是很有用 嗯 我不應該反過來想 是的 這件事是純粹地這樣發生了 而原來擺在演唱會 會有另一個作用 對 而不是為了在演唱會做某些事情 而去想一件事 沒錯 OK 好了 那一天做這首歌的時候 這次就T-Rex去填詞 其實歌詞方向你有沒有想法 有啊 就是想一個題材出來 想那首歌本身對我來說 有一種什麼 不是 它勾起一些什麼的 腦裏面的影像 嗯 因為我聽演唱會的時候 很容易 不很容易 每一次都是以 影像 即是一些 是一些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東西啊 是 Montage 的形式 在腦裏面發生的 嗯 那些Montage 有什麼影像 我就把那個影像 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然後就由那個影像 開始演變 歌曲的題材 嗯 然後 有個題材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下去 究竟大家對這個題材有什麼看法 那麼 拋一大堆東西出來的時候 就知道那個錄點在哪 嗯 那初頭那個畫面是什麼 Intense 的Meditative state 這麼深奧 就是靈魂出竅 靈魂出竅 就是因為Meditation 而靈魂出竅 然後 之後 它就經過一些 就是可能你一直跌著 向後跌著 有很多 一個很光 很多顏色的隧道 很 很萬花童的感覺 這樣 然後飛來飛去 可以看其他人先的 那時候 不是只看自己 那時候是 就是靈魂出竅了 可以飛來飛去 很開心的那件事 不是害怕 不是緊張 不是成的 是 純粹很free 很過癮的 感覺是 那從那裡開始變出來 是 但是現在我看到你的文案 或者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 怎樣去跳出來 用一個第三身的角度去檢視自己 因為Meditation 本身也有這個方向 Meditation 本身就是希望 不是希望 就是將你個人 和發生在你身上的事 分開 對嗎 嗯 讓你可以以一個第三者的身份 去看自己 自己 那你就不會有那麼多 negative 的 emotion 嗯 對 你就可以 calm 一些 其實可以用第三身的角度 或者我們抽離少少少 去看看自己發生什麼事 可以更加看到 其實自己做的事 是不是對 是不是做得好 還是 對於Jason來說 如果你要跳出來看自己發生的事 你覺得會在什麼狀態呢 我覺得其實我最想 就是 什麼 我喜歡或者很想 有這個practice的原因 是因為 幫助我 在 上台的時候 的那個 壓力 這個是最重要的 嗯 那 但是 你說如果 純粹 好像歌曲內容這樣 你去 去看回以前自己做過的決定 而它有些少少好像 拆解一下 笑一下 分析一下 去幫助你 翌日 有 similar 的 situation 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處理 是最 有效 又好 或者最 正確 都好啦 這個practice 我就本身有 嗯 但是你剛才都說 可能這件事 對你來說最大的作用 是抽離你要去上台 meditation 是meditation 是meditation reflection就沒有關係 因為我怎樣reflect 我為什麼緊張 都是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會緊張 會緊張 這個就是我的fight or flight mode 的時候 你吹它不掌握 但是meditation 我相信可以幫到手 嗯 嗯 在那方面入手 令自己 輕一點 令自己沒有所謂的緊張 是 其實 之前跟你說 你都說 你每次上台都需要很有準備 同時間覺得上台其實是一種壓力 但你又喜歡唱歌 嗯 那個衝突其實是挺有趣的 是 其實 如果你說可以讓你抽離一點 去看自己的壓力來源 或者這樣 這件事怎樣去幫你 真是做到所謂的享受舞台 多些呢 我想我不是要享受舞台 對呀 我只能夠選擇一件事 我一天沒有那麼緊張 要是 就很緊張 我享受到舞台 我就一定不緊張 對嗎 所以 只是緊張 有人不緊張 嗯 OK 我緊張 如果不能搞的話 我怎樣可以令到自己 不要因為緊張 而扣這麼多分呢 OK 就是令到自己 提升自己的唱歌能力 嗯 我假設 我無論多厲害都好 我都是打個七折 看你由多少分 開始打個七折 嗯 嗯 其實就是這樣 OK 即是不斷去提升自己 在那裏找安全感 其實是 是的 或者就算我找不到安全感 也不要緊 因為我終極的外出 都是 值得更多 嗯 是的 這次在唱 去錄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看在不同段落 其實你用聲 或者你玩聲方面 也有不同的設計 你們是想什麼 其實是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設計的 那就是你頭一段那個 那個 那個 效果 哦 哦 OK OK 我以為是本人用聲 嗯 那個呢 你可以把它想為 visually 它就是 你看著電視 就是看著你自己看電視 看著我自己看電視 是的 就是我看著我自己看著電視 是的 你幻想鏡頭拍著你的背影 是的 而你就是看著前面的電視 是的 然後我們慢慢由你的背影 然後把電視放在電視上 好 那 那 這個就是一個 audio version of 第三身 建成第一層 去看自己的行為 嗯 那就再隔多一層 這樣 這個就是audio version 就是在我們的角度 那個想法就是這樣 是的 這樣的作用 但是你去 由 外面入戲 那件事 嗯 好啊 然後其實一直去 這個 曲風 初頭 你說Michael其實寫了 寫了 最後一段才關你事 嗯 你跟他溝通的時候 這個曲風 或者是 你是聽到他這樣寫 還是跟他溝通完你想要什麼去寫 嗯 至於 Edward 收歌的時候 有沒有給他 嗯 想要什麼 這個我不肯定 嗯 所以我 來到我手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有什麼歌 就聽 那首歌 然後就決定 我喜歡不喜歡 我想不想用 個人覺得 放在這碟裡面 是合 合理的 因為 他的 可能這碟裡面 會有一種 variety的感覺 不同類型的快歌 或者不同類型的滑鼠 嗯 這樣吧 或者不同的組織 組成的 這個韌 這種韌的beat 嗯 你說有比較輕鬆的東西 這樣去選擇 嗯 當然會有一個選擇 就是我聽過的時候 但這碟裡面也有一兩首歌 是 要有一點轉移 它是另一種 它是搖的 然後有些是韌的 啊 OK 是不同的 是 是 這首歌 它吸引你 應該這麼說 因為你也說 在這個音樂project裡面 你想在題材上放輕一點 想大家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這樣去做 這首音樂上 其實應該都像樣 但它最吸引你的地方 是哪裡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首音樂 沒有出來使用呢 好聽 純粹就是那個感覺 當然 其實除了好聽之外 沒有其他原因 就是聽完一堆歌之後 噔一聲 咦,是你了 可能其他也有份 嗯 那碟始終有 不止一首歌 是的 所以實在有很多首歌 都是有這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好聽 首先我們會選擇一些 我們覺得好聽的歌 然後再看看 擺不擺在這碟裡面 有時候是這樣的 所以擺在這碟裡面 當然就已經製作了 擺不在這碟裡面 有時候到下一碟 就又荒廢了 因為到你做下一碟的時候 已經不同了 又不同了 你想用的方向又不同了 所以它們就更危險 但是不知維持到某時候 可能又會找到它出來 有機會 但是這樣說 如果你拿出了別人的首歌 但又沒有了期 又沒有了期 是的 人家要賣 是的 好了 這次的音樂計劃 也是想輕鬆一點去 即是 一路的碟的方向在這裏 那這碟 其實今年會不會見到 今年不會見到 下年才會見到 去到下年 即是音樂計劃要排長一點 因為還有幾首歌 想讓大家聽聽 至少兩首 最好四首 好的 好 一路在這裏 變成一個計劃 但貪心的 想給大家聽更多 不 歌曲已經在這裏 看看排多少 是的 但還未錄的 其實現在就在這裏 歌曲已經在這裏 準備錄音了 巡迴演唱會 還有沒有下一站會來的 是的 有的 不過不是現在可以說的 我不知為何 好的 不知何時發生的 年尾本身是想的 現在看看是否 就是這樣 因為未確認到最實的時候 又不能說 對 說來又沒有意思 所以現在即是到今年年尾 繼續在製造正如樂地 未錄好的新歌 繼續為這張唱片打點一切 好 下次再有新歌再找你經濟 好 謝謝